大家都这样消费了,就是自己也是这样消费 就好像讲,你看到喜欢东西,你肯定会去买 可能那东西就是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啦,就这样简单啦 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咯,就是你,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 就像假设,习惯了,好像讲KID,不要讲哪一个地方啦 就是有一些人是习惯了,就是我,我就习惯城市生活的 多知多才的地方啦,不要逞强啦,我觉得是这些东西 然后,呃,还有,如果讲车,屋子,这种东西叻 算自己能力咯,要买什么车咯 那资源少了,资源少到可能就是只能 只能供给某些国家,或者是某些地区 我们就是有一些大多数人是拿不到那个 那个东西的,有这样可能性啦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破产的话 呃,就从世界细节来去 解决咯,就是你知道你自己 呃,做生意了 你是需要,这个这一段一段时间 你是真的是,要存钱的 可能在亏,那生意在亏着了 你不是要,省一点的生活东西 不管是你在你的工作上 呃,那有开销,或者是在自己个人的 都要减的咯,不然的话你,以为做生意容易 或者是生活容易,我不知道多少 超过,肯定是超过一百千了,现在一百千了 或者是为师,我不知道 你要怎样还呢?你,申请破产过后 你就东西,你的资产那些就被冻结了咯 然后你的,你能持有那些资产呢?好像也不到几千嘛 那我听说,你破产了过后,你要怎样 有效的去找更多钱呢?就是好像有人讲 这一句就是讲,你有钱 你有,有钱人就会 generate更多钱咯,但是你,如果你当你 东西,这种东西又被所 呃,冻结,然后 被拍卖的东西,然后来还钱,或者是薪水 偿还这种,呃,债务的话 你要怎样更好的收购?就是你要,可能你要投资 或者你要做生意,你,你怎样借钱呢? 主要是供的东西,我觉得是,呃,破产这种东西 主要是,定期要给的东西,或者是投资这种东西 好像那种物质啊那些,我相信是供 呃,二十三十年,所以这种东西 假设你在十年,二十年,你的人不能工作 或者是被人吵,没有定期的收入,你可以讲的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大家想一下啦,这种东西 就是,现在的东西,不是讲你每个人要买 每个人要做,你就要跟着做 每个人买物质,你不一定要买 减少这种生活压力 呃,我人,人会快乐一点的,身体也会变健康一点的 不要走到破产这个地步了,我觉得 嗯,因为走到破产的地步就 呃,很多东西限制咯,可以这样讲啦 就很多东西就不自由咯 东西就变得不flexible咯,可以这样讲 所以就差不多啦,这个视频 所以喜欢我的视频,请按赞,分享和订阅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